現在我們進到簡報第26頁 現在就要把水泵、計電器把它弄進來 那您可以先把這個水泵先拿出來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元件你拿出來之後長得像這樣 有沒有發現它有兩條電線 對不對 這裡它這兩條電線 一條紅的就正極、黑的負極 那你就知道 如果像這種元件只有兩條線的 也就是說它只要插電就會動 對不對 如果有三條線的 像我們剛剛這個 多一條訊號線 表示它會偵測速時會回傳 這個是完全沒有 就是看有插電或沒插電而已 有插電就轉 沒插電就不轉 就這樣 那既然是這樣子 我們要怎麼控制它 因為你插上去就會動 所以呢 就要搭配我們這個計電器 所以老師您這個也可以拿出來看一下 計電器 有沒有 也就是說 老師有沒有看過你們自己家裡面啊 牆壁上都會有一個那個 電源的總開關 一層樓會有一個 整棟樓也許也有一個 這個就跟那個道理是類似的 也就是如果那邊跳電了 你們家裡面可能那一層樓 是不是就沒電 一般我們冷氣跟一般的 110的也會分開嘛 因為冷氣是用220的 對不對 所以又分開 所以你可能是一般的跳電 但是冷氣的不見有跳電 那裡面呢 它就是會有一個那個 這個東西 您看一下我們簡報在 這裡 計電器在後面這邊 在這邊 它就是會有一個這個開關 它的原理是像這樣 有一個電磁鐵 我們知道電磁鐵通電之後 這邊就會 它會把它吸下來 有沒有 這裡 它會把它吸下來 就會變成通電 那等到沒有電的時候呢 放開 這邊放開 就是線圈沒有通電 它就斷電 這樣了解 男生可能比較有感覺 你去上廁所的時候 如果它是屬於那種電子感應的 上完了 你會聽到一個 一個聲音 那個就是那個電磁法的聲音 因為我們電磁法也是類似的概念 類似概念 那麼我們順便回頭看一下 這個27頁這邊 我們這個水泵啊 它要接五福特的電 五福特的電 那你可以看到 有一端是進水的 一端是出水 就是它抽起來 就送到另外一邊 就送到一邊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這邊 在下面這裡 這個是進水的 有沒有 抽水 然後呢這個水會出來 所以待會呢 老師您那個 有一根這個 水管有沒有 你覺得要接在哪一邊 當然是要放水那一邊 抽水的不用接 因為這個是沉水滿 丟下去就好了 好 所以等一下呢 這個你要接在這一端 要接在這一端 但現在不用接沒關係 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要放進去 所以先不用緊張 嘿 所以這樣有沒有對我們的 水泵還有氣墊 還有氣墊 有一點概念了 那麼氣墊的部分呢 前面跟後面 有不一樣 有沒有 前面是這樣 一邊是這樣 這一邊 你有看到它上面 是不是有寫腳位 有沒有 這個有寫腳位 就是要接我們的 那個杜邦線的 另外這一邊呢 就是要接我們的電線 就是那個電器類的 所以我上次也有帶一個來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 我有放一顆 那個智慧插座 是不是在後面 用那個LED燈啊 那裡面那個插座裡面 其實就是放什麼 這個 這個 由開發板去決定 要不要供電給那個LED燈 因為我們開發板 只提供5伏特的電碼 如果今天 比如說你要插個電風 110 5伏特有辦法驅動110嗎 不行啊 力量太小 就是由這個來決定 也就是說我今天 開發板決定要供電了 把這個 變通路 那110的電 就供給 變風扇 或電燈這樣子 所以 是類似這樣的概念 所以 我們現在呢 就準備來接囉 那 要接的時候呢 要留意一下 它在另外一端 就是這一端 你會看到這個字 老師可能 頭要轉一下 才會看到 有沒有一個叫 常開 一個叫公共 一個叫做 常關 這個 這個就像我們一般計時器 你可以決定 欸 老師 用那個計時器 它可以決定什麼 到底是要預設是先通路 還是要預設是關閉 如果你預設是通路 那它時間到了就關 然後 老師如果用那個機械式的通常 不是這樣嗎 定時器 是下面會有三個 頭 有沒有 這個是 開 然後這邊是不是就關 對不對 就看你的插頭是插在開還是關 時間到了就顛倒了 了解那個概念 所以 像這樣子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怎麼動工 第一個 先把您的LE燈移除 LE燈移除就好 線留著 你不要習慣太好 順便線收起來 你先把 一樣先斷電 先斷電 請你先把LE燈移除 好,這個我用另外一段影片來錄 好